他们到达了幸福城市 但是那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他们到处走走观察一下 突然海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巢 里面传出一个怪声 四孙弟姐妹进去 发现有一只百毒恐龙在里面 百毒恐龙是在奇幻星球上最危险的龙之一 他一见到四孙弟姐妹就想让他们喷毒 幸好四人都成功躲避了百毒恐龙的攻击 但是他们需要想吃一个计谋 才能打败百毒恐龙 于是四孙弟姐妹们躲进屋子里商讨对策 百毒恐龙非常危险 我们要想个办法才能继续形成 我知道但我们如何是好 我们可以把百毒恐龙引诱到草地上 再跟它对战 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跟它对战 对我们的优势大一点 但是我们怎么把它骗出来 所以有人就要出去把它引诱到草地上 然后我们用各自的魔法攻击它 它就无处可逃了 真是个妙计啊 四兄妹都赞成这个主意 于是海瑞离开房间后 走到辽阔的草地上引诱百毒恐龙 尝试把它骗出来 意料之内百毒恐龙中计了 四兄妹用各自的魔法攻击百毒恐龙 最终百毒恐龙抵挡不住四人队攻击 想要逃跑 然而 等它正要逃跑时 就被海星抓住了 海星跟它商量了几句 百毒恐龙 我们解决一下是推烧吴先生的 原来如此 吴先生也曾经欺负过我的家人 我决定加入你们 谢谢你的加入 四兄弟姐妹到了蒙古部落的沙沙去世 他们本来想再往东走 却被东丹王发现了 海固想要东丹王和他的军队加入自己 于是 海固就跟东丹王说了 追杀胡先针的计划 妖孽胡先针抓住我们父母 想我们给他海家之宝 魔法石 我们一定不能给他真正的魔法石 于是 我们制作了一个假的魔法石 救回父母 这可以 我极力同意 但你们能帮我除掉 李谷狗的手下的石脸怪吗 这小子十分狠毒 每天在夜晚偷袭别人 现在还把木妖转移到我东丹王身上了 救救你们相助 救救我和蒙古部落的居民吧 不好意思 我们要去赶路 没时间相助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好吧 由你们决定吗 我救不了国家 救不了自己 真不是个男子汉 我的死活没关系了 说完 东丹王就拿起宝刀准备往自己的脖子里了解自己的生命 在千军一发之际海鸣连忙劝阻 等一下我们可以留下来的 大哥帮我们一下个祭楼 打败十点怪吧 我们可以把东丹王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当十点怪毫无防备时 我们就从我们埋伏的地方出来袭击他 多谢了 我一定会十倍奉还的 快点 啊 找我兄弟 啊 啊 十点怪毫无防备四兄妹占据的上风 四人持续攻击十点怪已经把他打得千仓百孔 众人快速地击杀了十点怪 感谢你们的相助 我愿意带入我的军队 将你们打败胡仙珍 多谢了 有你们这军队 我们一定能打败胡仙珍的 于是 他们再次踏上 去往黑暗森林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